阿提斯的车友社团 哈喽阿提斯的车友社团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当然是阿提斯的 这台是1300款的 那来安装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这是原厂的避震器 KT的话在阿提斯的车款 我们前面跟后面全部都有附上座 这个后面的原厂上座 前面的原厂上座 都不用再使用原厂的任何零件 所以我们的话呢就都有附了 那附原厂上座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不用再拆很耗时间的 把原厂的上座拆下来 这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因为原厂的 假设的使用里程数有比较久的话呢 原厂上座也有可能是有寿命的 也坏掉的话 那到时候装上去的话 万一有问题的就比较难理清 是原厂上座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KT避震器的问题 所以在KT的话呢 我们都有附上座 那前面的部分的话 这一个试带的把 试板稍微掀开之后呢 就能够拆得到上座这三颗螺丝 那这里有一个旋钮 这里的话就在调整阻尼的 KT的话呢是30段的阻尼 可以调整软硬 顺时针的话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能调整到阻尼 好的 这一台是13年款的 那前面的部分 原厂的悬吊系统 我们开过直播 介绍过好多遍了 前面的话是麦花神的悬吊系统 前面的弹簧公斤数是配置了7公斤 那主邻友我们一样是选用意大利IP的主邻友 油缝部分呢是使用日本NOQ的油缝 那一些小细节的部分 譬如说这里有油管固定位置 还有ABS感应线呢 这些都是跟原厂的位置是一样的 那这边的话呢 有一个理窄串 理窄串的话在拆装的同时 如果是理程度超过8万10万的话 那就建议即时呢 要特别再检查一下理窄串的状况 如果不好的话呢 就可以建议车友呢 一并把它更新 这是前面的部分 那KT的设计呢 是统身可调的 它是靠 脚管的相对上下位置呢 来调整车高 把这个齿轮状托盘下方的这个 把它旋松之后 它的整体的长度呢 变长车高就变高 那相反的 缩短的话就变低 这台车我们目前预计降低 大概到剩下两指幅左右 那前面的话车高其实最低的话 可以到达大概半指幅左右 如果有要再更低的车油呢 也都可以跟我们说 我们都可以定做 它安装完毕之后呢 因为前面的悬吊系统是麦花承 它还负责不只上下 还负责旋转 所以这个托盘呢 务必安装完毕之后 调整完毕 记得要旋紧 那车主的话有改装了铝圈 而且有电的Space 所以稳定度 当然一定会更好 这个是 改装了铝圈 这是215 457的 然后 这个好像是原厂 原厂的话 然后有电了大概20mm的Space 后面的话 一样有附上座 然后弹簧的话 是配置5公斤 我们改版之后的弹簧呢 有再把弹簧长度拉长了20mm 会更舒适 那后面的悬吊系统 目前的 都还是维持原厂 那改了避震器之后 稳定度就会好很多 后面的话 我们也预计 大概降低到剩下两指幅 那它的阻尼调整的话呢 就在上座的上方 脚管的话 这里的话 就调整车高的部分 这个角度会比较清楚一点 后面算是 算是拖一臂扭力量的部分 后面的阻尼调整呢 是在后座 后方有一个试盖 这个试板呢 把它掀开之后 点灯 试板掀开之后呢 从这个地方 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因为后上座 它是设计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呢 因为我们已经安装完成了 刚刚安装的过程当中 没有空开直播 所以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那师傅的话 也准备要上台了 哦 这个是86的旅圈 对对对对对 没错 谢谢车友分享 对 这个是86的旅圈 但因为原厂的86旅圈 它的ET值呢 还是比较大 比较大 比较内缩 所以垫了20mm的Space 之后 就会比较 跟外部的话 比较贴齐 会好看很多 当然它的稳定度 也会好很多了 这是原厂的避震器 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所以师傅的话 正在把内装把它复原 其实它后面的内装 其实也还蛮好拆的啦 不用再把 后面的多拆的任何东西 但是有一个塑胶扣具呢 现在师傅在摸的这个地方 这个扣具的话 需要再扣回去 就可以把这个试盖呢 往中间的方向拉开 就能够拆得到 上座的两颗螺丝 所以Artist的维修 跟菜装避震器 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再来的十二代的Artist 也快要上市了 十二代的Artist的底盘呢 就跟目前的系统 是完全不一样 就走TNGA的底盘 所以还蛮期待的 OK 让上一台 像前几天 应该是昨天吧 RAVO已经报价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价格 以进口车来说的价格 算是非常非常的 具有市场杀伤力 所以一定RAVO 应该也是相当热销 那这一代的RAVO呢 跟十二代的 比较最新款的Artist 其实都是走TNGA的底盘系统 那底盘的进化 也是应该都有一个 很大幅度的进展 之前CHR 不晓得有没有开过直播 CHR 还有ARIS 这种TNGA的底盘呢 KT都有现货 都有做 最新的CAMERO 就还没有开发 那车友们 因为很 对Artist的车友呢 很多都有 很多的车友都还蛮捧场 有装我们KT的产品 如果有需要试程呢 不用客气 可以跟我们 KT的粉丝团小编联络 或者是 打电话到公司都可以 台中还有台北 南部的话 台南也都有试程车 欢迎车友可以试程看看 那避震器 觉得试程时候有满意 再安装就好了 今天的直播比较短 因为有点赶 所以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联络 谢谢大家 拜拜